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節回來 心明繼續跟黃慧清博士 一位教育心理學家 孫 你好 我們上一節講到一個不協調 或者不對應到小孩的管教方法 其實對小孩來說 不單幫不了他成長 還可能害了他 對他有壞的影響 可否在這方面請你講解一下 可以 我們可以用兩方面去看 一方面是一些很即時會出現的表徵 例如他可能沒有學習動機 因為我們大人俗稱的就是 知少些做少些 他都覺得做少些就錯少些 另外可能他就會覺得 咦 爸爸媽媽可能都不太了解我 或者我說些什麼 其實他們的反應都很負面 於是他就減少和家人溝通 有話都不說了 甚至乎他會有隱瞞 開始講大話了 其實講大話都是我們很經常見到 是的 很多時候家長其中一個 頭痛就是 不知為何他那麼喜歡說大話 不如就著說大話 請教一下Christine 在你見過 我想每個小孩都可能有些不同的情況 那有沒有一些大體上很多時候 你會見到的管教問題引起的呢 通常小孩要隱瞞一些事情 就是因為他覺得他講了出來 爸爸媽媽會罵他 責怪他 或者他不懂得怎麼修科的一件事 如果父母想小孩可以真的 一件事都坦誠的話 那父母就要學會 先忍一忍 就算小孩講給你聽 那件事是幾大件事 或者是幾負面的 其實父母第一個反應 當然可能是 嘩然啦 或者拍桌啦 但是這樣只會令到 小孩學會了的就是 下次我不跟你講 那反而父母可以做的事 就是當時的時候就聆聽 聽完之後問他 為什麼會這樣啊 了解多些件事 究竟整個始末是怎樣啊 那麼小孩就會覺得 咦你真是關心我啊 而可能到那個地步呢 父母那個集中的那個點 應該就是 怎樣解決這件事先 給了一條路的小孩 覺得他有路走 然後遲些了 才再回頭去講 究竟是這件事 小孩做錯了些什麼呢 應該下次怎樣呢 應該下次怎樣呢 你說的遲些 是 因為有家進就會覺得 他做錯事 那我們要告訴他 錯啦 還要他承擔責任 如果說完所有的事 之後他好像洗脫了自己的責任 會不會就不是那麼好 還有是否要立即要給到一個 譬如要處罰的後果 要立即讓他知道 太遲的話 已經沒有了那個 令到他下次不會再犯的阻嚇力呢 是的 那就要看第一個小孩多大 還有第二件事是什麼 例如說 那個小孩是打爛了家裡的花瓶 那個小孩很小的 可能六七歲 當然一個後果很自然的 就是 嗯 為什麼不小心打爛了一個花瓶 可能叫小孩幫忙掃一掃 或者有些善效的工作 小孩要參與 這個就是他當時立即有個後果 他要承擔了 但是如果我們說大小小的小孩 可能他面對的問題是複雜一點的 譬如說 他偷了東西 被同學發現 現在同學要恐嚇 告發他了 這些就是複雜一點的事情 如果當時父母是發脾氣的 其實就對事情是無補於事 也都對小孩的心情是幫不到的 反而在這樣的時候 父母要想一下 嗯 好了 你做錯了一件事 要說的 你做錯了一件事 我們想一下現在怎樣去面對 還有有沒有解決 嗯 跟著說了這件事 小孩已經覺得你是關心他的 跟著可以遲些 或者明天 第二天 或者隔幾個小時 才回來說回 為什麼你會做了這麼錯的決定 你會建議不要當日繼續處理 你會建議等他過兩三天 或者過兩三個小時 或者過一天 如果大家那時候情緒已經很低落 或者小孩很激動 你再火上加油 其實未必能幫到這件事 反而會令到小孩 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會限時有話不跟你說 重點就是要大家心平氣 如果那件事更大 譬如學校要加入為處理 可能對家長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要更加不要在這次探望 誰坐誰說對 其實無法說到這件事 沒錯 沒錯 如果有仇仔說謊的時候 就要看他的年齡 什麼事 無論如何 當我們說要承擔後果 或者處罰他的時候 都是在大家心平氣和之後 再談一件事的時候 先談處罰是否會好些呢 是 因為大家都有時間去反思一下 整件事 當大家還是剛剛講熱烘烘的時候 其實大家想的事情可能都不是那麼清晰 也可能會看不到那個大片 看不到整件事的始末 所以給大家一點空間再處理 往往都是好些的 這個是Christine的經驗之談 我們再講一下 如果一些不對應到小孩的管教方法 可能對小孩造成的破壞 我們剛才談過的就是 可能他會說謊 可能會有其他的行為 還有沒有什麼行為你多數會見到的呢 如果像我剛剛講的短暫和很立刻會呈現的 就是不聽父母說話 故意去唱反調 或者不理父母 其實這些都是可能小孩覺得 他已經承受不了那個壓力 他開始 第一 他想有些自主權 所以你叫他做A 他就去做B 或者第二 他覺得他不懂得處理這些壓力 所以爸爸媽媽跟他說的話 他當聽不到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經常會發生 然後這樣發生之後 爸爸媽媽就會更加生氣 然後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出現 你說說不聽爸爸媽媽的話 也有很多家長會覺得 在小孩成長的過程中 總是有些時間我們說 他只是反叛 我們怎樣去分 在小孩成長過程中 很多時候正常出現的一些反叛的表現 還是說去到剛才Christina的提示 他已經受不了了 可能壓力對他來說很大 他不肯再跟你接觸了 其實這件事 父母自己本身可能是看不到的 因為你是當局者迷 所以有時如果發覺大家都有 好像跟小孩有些糾纏的關係 或者直接要跟小孩 我們叫做鬥法 其實就是時候 要去找人幫助 因為有外面的人看一看 他才知道究竟是什麼情況 有時父母做得太久 同樣事情 他已經不懂得停 又看不到自己在做什麼 更加看不到小孩的反應 其實好像你說 究竟他是青春期 還是究竟他是故意唱反調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從小到大 給小孩一個很清晰的指引 就是有些事情 你可以有選擇權 有些事情 對不起了 你是沒有選擇權的 譬如說 可能好像我說 寫生字 你喜歡寫哪幾個詩 這些你有選擇權 但是你說我不做功課 這件事你是沒有選擇權的 所以其實反而如果父母 懂得什麼時候去 放少許權給小孩 放少許話事的空間給小孩 其實小孩會反叛得這麼厲害 的成數是大大減低 我們要知道當中掌握的點在哪裏 我們說過一些不恰當的官教 帶來一些即時會見到效果 長遠有時都會有更嚴重的效果 是的 譬如說 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會笑一些人 大過了之後 做裙腳仔 什麼都要問過媽媽 其實很多時候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可能 他成長階段 父母給他 第一 太多指引 很多指指點點 令到他長大後 他根本上也不太懂得處理問題 他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他也沒有什麼抗疫能力 那便會回去問父母 令到別人覺得他是裙腳仔 或者是有時父母可能過於嚴苛 他便覺得這個世界上 連父母都不能信得過 他便會很有困難去信任別人 為什麼嚴苛的管教 會令到小孩子不信任別人 因為可能他覺得 爸爸媽媽很多時候不信他 或者他覺得爸爸媽媽 應該盡父母的責任去保護照顧他 但是倒轉了他的感受是 爸爸媽媽沒有令到我覺得安全 或者沒有令到我覺得 我可以很放心 說一些東西給你聽 或者爸爸媽媽沒有令到我覺得 我是可以的 即是可以放手的 其實他自然就會覺得 跟別人相處可能 都會有些戒心的 原來那個影響可以去到這麼大的 因為其實小孩子成長的安全感 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個人成長了沒有安全感 他自我形象也會低落的 長遠他可能也會沒有自信心 這個我們要非常留心 因為這個影響不僅是他 能否入到一間學校 他的成績是怎樣 而會去到他將來做事 以至到他自己和其他人的人際關係 甚至他自己的家庭 都會帶來到原來他童年的時候的一些影響 是的 如果那些父母是打打鬧鬧的 可能是很暴力的 其實他長大了之後 他就用同一個方法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例如一有不適合他拍桌 和同事口角 因為他可能沒有學過 怎樣從一個比較理性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聽完Kristine在她的經驗裡 告訴我們 原來一個不恰當的管教方法 帶來給我們的子女 一個這麼深遠的影響 可能我們要回頭想想 究竟我的管教方法 合不合自己的孩子 我們接著那節回來 就會講講一般人 會相信的一些管教方法 原來原來執行得不好 或者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 我們第四節回來再見